那天去了山寺后 回来住在山形寺内 早上买了超有人气的Y1000 听说可以帮助睡眠 希望台湾也有啊 阳光扫落在雪城 哇一大享受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 所以看到雪城就特别的开心 变得起来就变成另外一种气象了 昨天晚上下一场大雪 所以整个山形现在到处都是积雪 无论是山形车站或是树木 或是旁边停下的车子 都是覆盖的可爱的雪雪 然后每次都会觉得坐雪人的手不会冻伤吗 今天的行程是从山形出发 然后到仙台 再转到八户车站 再从八户车站呢 再去租车店拿越好的车 然后开去今天的重点 就是石河天市美术馆 啊 这就是我昨天的山市站 所以也可以看到山市站的那个银白车厢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些铁道迷超级爱日本 因为日本的铁道真的是 你懂或不懂都可以欣赏它那独有的美丽 有一个小时半的车程 我去到了仙台车站 一样就可以看到毛豆的产品 还有牛舌店 等了三分钟左右会开往青森的车站 依然是入座商务舱 也就是绿色车厢的座位 真的很推荐大家坐厥肝线的时候 来一个商务舱 毕竟如果你使用全国JR Pass 来回的路程都蛮累的 所以好好的犒赏自己吧 看看连厕所也特别的高级 还有化妆间哦 以欢爱日本的我 无论饮料 美食 牛舌 还有便利商店的肉棒 绿色奇迹的水果汁 调整好靠整 结果一站后我就来到了圣当 在一个最近的报导为 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第一名 而对于铁道迷来说这里非常重要 因为这里是全日本唯一可以看到新干线年节在分离的一个站 也就是15的准号和16的小厅号会在这里进行分离开来 哇真的蛮特别的一次经历 饭后天也选择的是橘子口味的白巧克力 日本东北啊只要你从车窗望出去 每一景都是一幅花 听到这音乐就代表目的地到达了八户 在寒冷的冬天里竟然有从头顶发热的暖炉 真的是通体舒畅 来到更北边的八户就要全力以赴 做好准备 连脚底也要贴发热贴哦 整装完毕的咪 八番码是青森的标志 从保护站准备去拿车吧 最近重启人生反复一直在唱的一首歌 这应该是这趟旅程下过最大的雪了 步行五分钟后就来到了今天的租车场 八户呢是青森县的第二大城市 目标是石和田市的现代美术馆 拿车的时候用手机拍摄车的状况很重要 作为证据 然后就出发吧 当然如果你不选择自驾的话 可以从八户到往奥路赖西 但是因为班次非常的少 所以自驾会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自驾的话就要小心了 因为路上的雪会让车容易打滑 记得要租四轮驱动车 或要上学练哦 但其实我对日本的公路是蛮有信心的 只要你不犯规最危险的 其实同样都是你自己而已 哇哇哇哇哇哇 石和田市到了 石和田市和石和田湖离得蛮远的 所以很难拍成同一天 这是我还蛮爱的一种街景模式 遇到了市中心 整个氛围就越艺术了 终于看到你了 对就是你 停好车后本人就尿急了 到底他会不会是厕所的 不会 所以厕所只能进到石和田市 美术馆里才有厕所 所以今天的美术馆也从我小便后 开始脾气泰来 首先可以免费参观的是 玻璃造成的迷宫 这个天气看任何的艺术品 都觉得额外加分 赖凉美智的The Girl 十二田是现代美术馆的正殿之宝 花马 眼前的这个花马 是来自韩国艺术家崔建华2008年的作品 因为青森十二田一带是盛藏马的 然后远眺一下远方 还有一些 嗯?这是鬼吗? 嗯?这是外星人吗? 嗯?这是 回到来我们自己的美术馆 除了马之外 最能代表青森东西 当然是苹果了 而我后面的是来自于英国画家画的黑白苹果树 嗯?好像和我有关系耶 大概应该知道我和苹果树有什么关系吧 草菅迷神 后面就是刚安的马 所以不用到指导 在这里可以看到草菅迷神的黄色点点的南瓜 而这个结合了小女孩小狗南瓜的整个作品 叫做在石河田唱着爱是永恒 草菅迷神的南瓜 你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哦 用唱歌女孩小狗们把欢乐单纯可爱留在了石河田 所以晚上那时候还有illumination 所以这里就会铺满了个灯光 然后看到这只鬼 哎!可爱的鬼 恩是鬼 那一定要跳下Venus day吧 雪地里漂浮的鬼魂 我觉得100分 然后有一个新设置的装置艺术 有如虫洞 叫做催眠小屋 我是觉得好像没被催眠到 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 快走 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网状物的东西 很美的一条道路 两边都好像是樱花吧 这条街叫关亭街道 春天的时候可是赏映的名胜哦 听说今天开始下雪 然后两天后会来个大寒流霸王岐 大概十年一次 对不知道两天后会怎么样 那还相信能抵过青森这里的气候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这一切雪也不小 就把自己当作是那个 飞海道的那个灯塔 那个塔吧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大同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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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长寒坐得好的话 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冷 哈哈哈哈 毕竟在13期的大概 四片那个 阿倫 阿倫 阿倫包 可见这个城市跟马的连结 很紧密 这应该是我在金泽21世纪 美术馆过后 最爱的一个美术馆之一 可能 是因为 加上有下雪的关系吧 那个量子力学的一个宇宙 实践的感觉 那这一位 其实很怪弹的美 我还蛮喜欢的 这只红蚂蚁 是来自于日本的艺术家春生的作品 只要大家在经济增长之下 也要重视农业的发展 嗯 好深 老朋友竟然可以不用带帽子 不忍吗 看完这一集 大家会喜欢十二天市吗 大白天 啊 还 原来 还有 是不是真的满满 我觉得这个 也是代表青春这一集 Lingo 一个用艺术翻转的一个小镇的命运 我觉得是很多 城市可以接近的地方 看來是大雪裡面而來 我不是吃汗 只是因為我想要拍出這個感覺 現在要看一看 青森的天空 更精準來說是石河山的天空 青森的屋子 現在有東西沒什麼樣子 要上去了 這邊的一家的冰仔 所有展覽的 這邊的一手冠犯了 吃喝鐵 吃喝鐵 我覺得說 熱的麥當勞 沒什麼好看 所以 今天來是麥當勞 一個 感覺特別高級 這天氣 阿特拉西三來馬 好啦 下一站可能是奧路內西囉 喜歡的朋友記得打開訂閱鈴 分享 或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我介紹的哪一集的遊記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訂閱鈴 訂閱鈴 鈴 鈴